詞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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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實際上我覺得沒有什麼傳統或現代之分 因為目前常規的這些手術方式 實際上在大概五六十年前就已經確立了 目前的這些術士啦 沒有什麼限制或不足之處 原則上應該是依據你的骨型的異常 然後依據醫生專業的判斷 那可以去判斷說你比較合適用哪個方式 哪一種解骨素來做治療 那手術時間跟恢復期多長 原則上手術全身麻醉下所需要的時間大約是 根據複雜度三個小時到十個小時都有可能 那恢復期的話一般我們會說三個月內 它是相對比較不自然需要小心注意的 三個月以後或者說半年以後 通常就可以進入到比較自然完全恢復的一個時期 然後再加上手術 三個月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